欢迎收看阿编业《穿越古今化人物》这个单元 今天要跟大家来谈一谈 政府在年前 用训练不及婴儿的方式 来乐谈林之庙县长 以及罗东郑镇长 一时激起千层浪 掀起了 国民党 寒蝉效应之外 也掀起了地方的轩然大坡 今天的题目 我是这样写的 冷犯热潮 为什么叫冷犯热潮 因为这已经查过的一件案子 就四年前已经查过了 那么这是一场罗资罪名的 东厂太监西厂太监加锦衣卫 这样子的一个泼脏水抹黑的 一个政治最黑暗的手法 那么一般人如果卡到案件 通常去哪里检调单位 其实如果心批之外都会竟出一些东西 那就是说去逢栽赃 或是被误导的时候 常常会有另外出人异想的结果 我记得他 我朋友的阿姨曾经 曾经呈过过一个园缸 他这个园缸都吃强力胶 突然就去抢核 有一天 他又回来抢核 我朋友阿姨就押堵 把他抢核死了 当然对方也是有他抢核 事实上也就是说 双方都有拿武器 那我朋友的哥哥是个 殷实的老人 坐里厄卡 坐里厄卡 里厄卡就是拖板车 那个梯子车 那么驴里被他所求无度 所以在愤怒之宜 就杀了非常多的刀 那么一致以歹徒当场毕命 那么时候在做笔录的时候 警察就牵他说 你都说你都惊小了 这样让上监察官 听起来也很理所当然 事实上他不是独宅 他是被虚所无度 但是因为他就是讲独宅的关系 再加上他其实非常的愤怒 因为被虚所太多年 所以多杀了几刀 他就被当时候重判六年半 其实这个是有点冤枉 假如他当初就直接讲 说他属上来给他供罕 那只要人证有 我想应该不会判超过三年以上 够冠的 那么当时候警察为什么要这样讲 幕后因素当然我现在不用再表白 因为时间里过了三四十年 而且我朋友的哥哥已经过世了 换言之就是说 你若在一个优异的抹黑 或是在询问的时候 有一种很紧张被压迫 甚至就暗示性的那种问法的时候 人家既然有说你怎么没说 譬如通常都会去生人一些 不应该生人的一些事情 这跟酷刑取贡 其实是有欲取同工之妙 在那里说到一会儿 我就是用我一个朋友的案例 来说在法院里面的工坊 这是我听过的 我知道这是非常正確的一件 发生过的事情 我就是来跟大家说 人家也有这种人 可以带自己解割事情的人 在北京是旧 但是事实上它就是发生过 我曾经在我的另外一集提过 我有一个好朋友老大姑 选五次 是劳动地坑的名人 叫做李映准 他跟那时候一个代表 叫康林翠琴 我都要记得 两个在劳动破坏的病院 南文港贴江边 那个南文港有看过 那么那一间农来西餐厅 其实就是学餐减无疼 那么有一天 刚刚到火 把一些天花板 稍微看烧一部分 当然消防车也有去打火 但是也没酿成太大的灾祸 瞬间就扑灭了 因为他们家跟开罗派销消防堆 还编两分钟的车顶 所以保安也快 消防车也快 没过后他就被提起公诉 那么这个公诉来的起诉书 是这样 是这样写 就是说他很没注意 差一点就量成火灾 那么被提起公诉的时候 当然他就出庭 我就是要讲他出庭里面的对话 这个李大姑他问法官 他说法官大人 他在顶头起诉书是这样给他下 他说我这个天花板电线走火 差一点在危险边缘就量成火灾 祸及他人 意思是这样 说我硬注意为注意 得以提起公诉 他说我请问法官 你跟谁硬注意为注意 我针对这句话我有担保的想法 他说你应该是投法律的 你要上班进行 你敢有押楼梯去你的田舅 那时候那个时代 说天花板的人舅 田舅是一本位 就是说你有押楼梯买书 去你的田舅那里 把那个房子打开去看电线 这是第一 第二你下班回来后 敢有够买书八观观 去天花板上头打开去看电线 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 你一个月看几次 一个月看几次 请法官 你可以跟他面说一下 第三个问题 你看那一遍 你敢看押 你投法律的电线你敢押 那外头来说我 我一个生理人 就算我每天都拿买书 去天花板上头看电线 我敢看押 我看押 我敢知道他当时要倒火 你帮他起手 说我应注意 我会注意 请问 这句话的意思 你帮他解释一下 他说法官我告诉你 你如果不帮他解释好 这条你不够处理好 帮我给你够 我帮我给你够 你去看看我时间应用 这就是东西他们的对位 那么你大股客 不似书书法官 就是在这个对位后 法官知道他可以拿着把柄 是应注意而为注意 这想当我们的法官很大 三四十年前 法官撒杀就撒 那当时的法官的款位 不是像现在的法官 不得了 所以结果不得了是 你应该准你大股 所以这时没注意去签不住的 那么林志庙宪 县长当初被约谈的时候 我先讲报纸上所登载的说 检调已经密查案访三年多 那么依照我们对检调单位的做法 如果密查案访三年多要受网了 应该政绩会成分 那请问一下 为什么无保庆肥 这无保庆肥 还比较奇怪 说建设局局长五条金 英国有篡公之嫌疑 年老保庆说林志庙现在有两大难题 第一就是他的虎头里面的贵路 他的资金也说一多万的资金 第二就是说无超庆建设局局长 咬林志庙咬得很凶 那现在已经过了快一个月了 也没注尸马迹说无超庆咬林志庙什么 我们就静后加音 看五条金说啥 年老林志庙的户头 我曾经问过他存款的一个单位 他说他驾在我们贵 其实是 几六年来 那个益外是劣质的 他说参议员 参议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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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年 那是说 劣质益外 那也没什么 虚极的事情 不是他里面有益外万 我终于恍然大悟 就是说我想说最近 如果有人要贪污 金流都贴得那么凶 有可能那多万把他放在人家 不可能 我们有时候在讲笑话 在讲说 以前立法院有院秘书 前朝的立法院的主任秘书 不是收费吗 而且在火车上高铁上收费 我就说本刑大概只判一年 那笨大概可以判三四年 为什么 这样子的收费 以为在高铁收费 就没有人知道 那也是人家跟了好几年 所以一收网 一建种地 那也得到 那既然你两三年明察暗访 那宁治庙应该怎么样 应该收押 怎么无保寝回呢 然后更妙的是 罗东镇镇长吴秋林 他原来是另外一个案子 就是办活动 有人检举说 他有一笔活动的款项账目不清 那把他连结在一块 又贴上他老公魏延辉 在代表会与人交头接耳 就说魏延辉去指挥代表会 代表会投票 好像就是说 林治庙这堆地 跟魏延辉跟吴秋林 镇长董初 在运作有什么关系 洪金当马梁颠倒是非 乱接一通 魏延辉到郑代表会去找朋友 他可以指挥郑代表 我不晓得他怎么指挥呢 那吴秋林卫延辉也不是说富甲一方 怎么能够指挥这些人呢 你没有钱 只做一个顶顶顶顶顶来说 现在是很少嘛 这堆有经济的土地 地主是老酒选计员 就是南梁 技术学院的当署长 他说这堆以前是农地 现在是保护区 以前也是保护区 我在这里跟大家说 好多人买地有什么不对 民进党的理论说 因为这堆他贪十二亿 还是多少亿 他说要买地 目就要不变境 早前要变境 万林松原的时代 就要变境 林芝苗到现在 罗东这个保护区 都不可能变什么 变境台北 是因为罗东的人口 就不够多 是要怎么变境 他说台北没有变境 没买买 是要怎么有亿万十几亿 几亿党 你想一想 当这个案子在发生的时候 支持政府 或者支持民进党的那些媒体 铺天盖地的 大概绞杀了三天 但是真相是 这个土地 老当事长 跟隆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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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要让他的朋友 或是店民在运动 来停车用 但是因为隆地 不可以囤头 跟囤头你就要做什么 要做隆作物 所以要做一些粿子 所以我去现场 博一些 行评给大家看 这个土地 现在要荒废在那边 一年挂草挂两遍 老当事长说 这土地 你如果要问 七年前你都问过 现在又问我 也是答案都同样 这堆地是 尤世 祭祀工业 就是 我们立法院院长有些困 他们祖先 还是祖父 这两百年前来 露东 开困的时候 所以说 所应有的土地 有些困 因为这房子 到家伙盘去 等过山 北部那边 所以有些困 虽然跟这堂堂有担保管理 但是是 这属工业的派下完 就是说 已经是分期颜庙 没法到有什么管理 来对这堂堂 有所政策 一些个人 应该本的利益 但是这是尤世 借宿工业 那么在这个借宿工业 就很简单的一片土地 如果总真的问 当事长说 也没什么去问 有设计就好了 所以说这个案 如果说五少年 那个华董经费 跟这个案 要勤奏的 那是非常勉强 有没有勤奏到什么程度 我们不知道 但是 当这个发报那个新闻 简介到如此巧妙 那正是司马昭 执行路人节制 因为参计要搞了 因为现在是网路世界 所以如果你造成一个寒蝉效应 让你国民党人人自卫 我想这是某一个派系 还是某一个党优心的作为 如果说五少年 那个华董经费要扳 那么国际要设计思想 那有民进党的担务 担在思想 那有几六家的土地 那是不是这有政家 应该国家要扳的 涂利他人的这个行业 所以有时候我们在想说 静地的工坊之间 也不应该怎么样 如此的不堪入目 这个土地还没变形 这个土地还没买买 这个土地你看看 然后在保险的股级 它就是在政机制 所以人口如果没有给一个城堂 这个土地 永远没有法变形台脉 哪有像布专下来说 土地地主 让地主 少缴了100多万的 深值税还是什么税 作为一个集中董或是作为一个集中董的大派戏 单单为了一个孙冠长就需要无关这个程度 结论的时候我要来说明条这个故事 盐松好吃驴肉在律史是非常有名的 他吃驴肉怎么吃呢 就是再起来要吃驴子的肉 他就叫他的家庭去那个买房或是寺梨子 那个马舍 马舅的所在 拿一个烟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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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下去的时候 那个驴子会非常痛苦的哀嚎 然后那个肉就半熟 摘桌直接在梨子的风口摇起来 然后再次煮驴肉汤来喝 盐松非常朴好词道 历史记载 当盐丁只要第二天第三天或者哪一天出现 拿着那个黄黄的蹄蹄蹄 买在梨子的这个买马舅 那个马房来的 要往驴子身上再套一块肉出来的时候 那驴子的惊恐史书记载 连眼泪都崩出来 视角都站立不止如此站斗 一直拿肉刮肉 刮到驴子某一天某一次 去决身亡 难道民进党就是严肃的化身吗 在打败对手不用正当的选举的说法 就用这种没有真实实据的方式 来对待已经入热西山的国民党 有此必要嘛 我在讲这个事情并不是要替林芝妙澄清 也无意替我切齿路当朋友定清 是根据这个书师说给大家听 要有需要这样做 书法应该是一个公正公平公开 可以给辈子 或是任何一个政典人物 可以相信一个社会公平的工具 拿来做私人公法 或者政党攻击政党的工具 那就是国家的不幸 希望我说的对跟不对 都可以接受公平之外 社会可以因为有对这种事情的关注 可以得到粗暴的真相和了解 让其他关心这个事情不是宜兰的好朋友 还是全台湾的关心政典的朋友 知道如果要走这条路 还是要打败对手 还是要寻正统的工坊 哪怕有一些战略跟策略 但是都不能应该用这种人格毁灭 或者完全没有真实证据的方式 提早抹黑 也就是在大街骂人 甚至连小巷都不用道歉 等四过金圈烟消云散 动算之后 还是六算机 大家就没事情了 那是这样 人心会更加的焦泊 政治会更加的沉沦 我们祝福台湾 也祝福收看我节目的朋友 好 行春意款 谢谢